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森,我們要來分享八本的部落戰 這次會分享三個,一樣都是上一場打對上七級部落 ETHICLHU M-A-N,我不知道怎麼唸 那我們就先從皮卡的開始看,6號,我沒有看他打6號的 可是我是看7號,我看7號好了 我對7號比較有印象,皮卡打這場是用死法豬 我會選擇這場是因為他剛開始拉援軍出來的方式,其實還蠻特別的 放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這就是死法豬去打這個陣型,這個陣型 目前應該算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陣型喔,旁邊都有開一些小洞 好,直接拉援軍出來,你看,直接放自己的援軍出來 然後呢,他會下一罐補血 那其實這種拉援軍的方式呢,我之前有試過 那我試的打法是直接下狂暴 那我沒有下補血,因為其實補血對於 援軍,他只要援軍一出來喔 你放補血其實也補不到效果啦 還不如放狂暴,那我自己是這麼想拉的 不過,看皮卡這樣子拉的話 我覺得放補血好像效果也蠻不錯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不過這樣比較麻煩的就是 就,少一罐法術 然後自己的援軍就這樣沒了 不過確實是可以把對方這種超級內置的 部落城堡給裡面的援軍給引出來啦 拉出來之後呢,我們來看皮卡怎麼處理到援軍 並沒有選擇下毒藥喔,是放石頭還有弓箭的手去清 一個石頭下在一點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石頭下在兩點,三點,兩點接近三點的地方 法師平面放過去,然後網放在中間 好,炸彈炸開 兩邊都有炸開喔 好,石頭確定有走進去 那他剛開始放了豬,你看看電塔旁邊有引出一個大炸彈 好,這時候豬選擇從竹下把放下去 彈掉,這邊有一個大炸彈,馬上放一罐補血 我覺得皮卡這個觀念蠻好的 補血放的時間還蠻到位的 然後下一罐毒藥去毒對方的王 那對方目前我是還沒看到庫路陷阱的 不知道有沒有 剛開始就被打掉喔 感覺庫路陷阱應該是對空的 好,豬又被彈掉幾隻 在下一罐毒藥去毒王 好,這樣就防禦設施全部清光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 法師只剩四隻,那石頭都沒有碎掉 然後對方的王,豬還在敲王,敲掉 那剩的豬,剩大概兩三隻 就是打的有點冒險 主要是剛開始少一罐法術 跟自己援軍就這樣浪費掉 不能說浪費啦 是有引出來,不過很冒險喔 然後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皮卡這次的打法 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第二場要看的是詹姆斯 詹姆斯16號去打對方的8號 很大膽 那這個陣,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陣你可以看到說 他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是這個劍塔 這個劍塔這邊旁邊有2x2的格子 那其實還蠻好拆的 可能是大炸彈或是電塔 那有可能是黃子啊 不過通常黃子的機率比較小 那裡面這邊呢 也有可能是大炸彈喔 我覺得大炸彈放在裡面這邊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他好像是放在劍塔這邊 那我們直接來看吧 詹姆斯是用施法珠 跟皮卡也差不多的配置 然後法術也看到喔 詹姆斯法術少帶一罐 他帶2萬補血而已 那他還可以推出三星 還蠻狂的喔 先直接放三隻珠去打掉劍塔 然後順便拉援軍出來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好,踩掉 好,直接踩雙炸彈超賺的 所以雙炸彈盡量不要放在這麼外面 這麼容易踩進來的地方 那還不如放在裡面 好,一隻豬再從下面放進來 好,順便把援軍引乾淨 然後拉到正下方的地方 毒藥是... 哇,他這樣子放是想要讓龍飛慢一點喔 不過應該是沒必要啦 然後清援軍 好,清掉 石頭左下、右下,各下一顆 他應該是拆剩下的炸彈 但是左下或右下喔 好,王一樣是放中間 出一掉對方的王之後 炸彈炸開 然後這樣是沒有大炸彈的喔 所以要打進去的話 就只能靠王硬拆進去 那石頭這樣就比較可惜了 只能在外面扛傷 還沒有辦法走進去了 豬這時候就從左下方這樣放進來 好,因為少了雙炸彈 目前只剩一顆 所以豬 他還有兩罐補血 所以這樣 補血放的時間點就 變得比較隨性 剛才有跟大家講 我們是少帶一罐大炸彈 不是,少帶一罐補血喔 講錯了 運氣還蠻好的 主要是剛開始踩掉對方那兩個雙炸彈 可以推三星 開始有點卡卡的了 我覺得打得蠻好的 這個就是對方陣型的一種缺陷 所以三星 那我們現在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要放的是 雨庭 天氣晴的暫時 打的也是不錯啦 不過比較想要放雨庭的出來 因為雨庭是天胖打法 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雨庭這個打法 但是地震流一搏一狂暴 然後十三隻豬 三隻天使 跟十二個胖子 然後援軍呢 記得是帶藍胖 那這個部落城堡 一樣是放有點禮妙 但是援軍還是蠻好贏的 我們來看 怎麼贏吧 放一隻胖子 想要從下方去贏援軍 不過對方放一個電塔去擋住 那雨庭很聰明 馬上再補一個豬 然後讓豬跳進去 然後援軍看能贏多少出來 讓你看出來援軍只有贏到三個法師 跟大概五個弓箭手 所以援軍是沒有贏乾淨的 雨庭每次贏援軍都沒有贏乾淨 不過其實也不太影響 因為只剩一個法師 所以還好 頂多就剩一個啦 好援軍處理掉 好胖子放在左下角的地方 硬踩進去喔 沒有帶炸彈 然後王再跟著放出來 稍微清一下東西 好藍胖這時候也丟出來 邊邊清掉之後 確保藍胖可以跟著胖子一起走進去 就把藍胖丟出來 那還有兩個法師 看會不會下狂暴 好下狂暴 因為兩個法師其實破壞力可以看到 你看超大的 只射兩發 胖就快死光了 所以馬上下一關狂暴是正確的 然後中間是正開 因為帶地震流 中間震海 不過他正的其實有點偏到右邊這一邊 所以我有點 我那時候以為是他會正中間 沒有想到他是正在右邊一點 踩到雙炸彈 不過是胖子踩到 所以沒有太大的傷害 開始卡卡的了 這樣打得還蠻不錯的 豬跟胖子 剩的數量都超多 只是比較麻煩 不是比較麻煩 比較可惜的是 你看法師數量並沒有造很多隻 所以他在最後收割的時候 並沒有生太多的法師 你看他只剩弓箭手 還有幾隻豬 豬數量是蠻多的啦 但是沒有法師 我覺得 嗯 時間上雖然是蠻充足的 可是覺得沒有法師 會覺得怪怪的 我打得也是蠻不錯的喔 那還有一罐補血也沒有放出來 好 這樣一打吃三星 厲害厲害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八本的播戰影片喔 那八本的話呢 是有三部 因為幾乎通常都沒有洗掉 因為剛開始先打的都是九本先打 所以九本被洗掉 八本的話 全部都在 那就挑三部打得比較好的給大家看 那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提問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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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